小吴 来 先吃个罐头 等一下吃完了收张一 好 这还有下午茶呢 那我就吃了啊 不客气了 没事 吃点罐头 看看夕阳 陈大哥把船停在海面上 还没开始干活 就先让味道调查员享受了一顿 惬意的海上下午茶 葡萄罐头 这个瓶子吃完了不要丢 等一下要抓章鱼 可能用这个用 用这个抓章鱼啊 对 都是用这个抓章鱼的 原来陈大哥的拿手绝活 是用玻璃瓶来捕捉章鱼 而且是让章鱼自己乖乖地钻进去 纸线先固定好 绑好 绑紧了 然后纸线挂在主线的中间 绑起来就可以了 然后扔水里 这样下下去 一串玻璃瓶里任何诱饵都不放 章鱼会自投罗网吗 陈大哥说 由于这种捕捉方式 需要等待一天的时间 现在去看看之前放置的陷阱 成效马上见分枪 来了 散来 有 没有 没有吗 没有没有 看错了 是泥沙 这几个都还是空的 对 现在已经起来了好多罐子了 但还没有看到小章鱼的影子 连续几只玻璃瓶都只有泥沙 似乎今天就要空手而归 来 有吗 好大一个 天哪 这个鸽头好大 两个 怎么让它出来 这个镰刀勾一下 稍微动一下 慢慢地它就会跑出来 你看 出来了 这个好大屋子 不敢碰它 我们的小屋子收获了第一枚 噴没了 噴没了 对 你小心不要让它泡沉 它是害怕 对吧 它喷没 在水里面喷没的话 是保护自己 我现在手上全部都是墨汁 打扰到我们小章鱼休息了 人家刚找着新房子 在里面好好睡觉呢 味道调查员充满疑问 为什么不靠诱饵 章鱼会自动钻进玻璃瓶呢 陈大哥介绍说 章鱼会在海底 搜寻可以藏身的物体 作为庇护所 免受掠食者的侵害 玻璃瓶就被它 当成临时的家 高超的猎手 看似漫不经心 狮子早已利用猎物自身的特点 让其自投罗网